长哥,我想问,吃了生后血压低了一阶不知关不关事呢? 我都不知关不关事,我不是你的医生, 我是要慢慢去了解,你说吃了生后血压就低, 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个要了解, 你怎样吃,你用什么心态去吃, 吃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现在我很难判断,如果我现在这样说yes no, 我想是几不负责任,我要了解好多好多的事先, 不过我们可以一般性地这样说,不是的, 如果是真的这样,很多人都是,只有你一个是, 你现在以为是,不知是否真的, 收不收到,明白我说什么, 不如我讲一个很总的原则, 想你现在学到东西了,就是当一个人开始疗愈的时候, 身体就会做他最理想的东西了, 有一句话叫All healing is self healing, 所有的疗愈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意思是说不是吃药吃好你的,不是做手术做好你的, 不是打针不是什么,而是身体里面自己搞定, 我们出生正常身体已经有了所有功能和设定, 他会懂得自己搞定自己的事, 你只要给有对的条件给他, 理想的条件给他,你等他做事就不要干扰他, 例如他发烧,你不要退烧,你干扰他, 你咳,你不要止咳,他需要咳, 他的功能和预定的设定就是做那些事, 所以吃了生后任何疗愈过程, 包括食生都是这样, 本来肥的会变瘦,瘦的会变肥, 血压高的会低回, 血压低的会升回, 血糖什么指标都是趋向最理想的, 所以我们见到那么多人吃了生, 血压本来是很高的,他的下降, 本来太低的他又会升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何你是例外呢, 是否你吃得有问题呢, 还是你的信心,你最近的状态是这样, 好多人最近都听说, 哎呀我吃了生后,马上这样, 我吃了生后好惨好惨,这样这样, 不知是真是假的, 可能他以为是,可能他吃不吃生都不知道, 但我看到的我眼前的个案, 都是不会有这些特别的问题, 可以吗,多谢你。